本节目由生动活泼制作播出 加生产火腿肠的企业 前身是洛阳肉联厂的春都集团 达成了战略合作 他们将会在品牌市场数据产品研发 等各个方面展开合作 这也许呢也就意味着未来不久 我们将可以看见元气森林款的火腿肠了 其实不仅如此 元气森林系的成员呢还有很多 从啤酒到咖啡从青石到辣条 那这家公司为什么不愿意专心做气泡水了呢 他们打造的零食小吃 也能像他们的饮料一样的受欢迎吗 那我们在几条商业科技动态之后 会和你一起来关注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 你的微信可以直接访问外部链接了吗 9月17号腾讯对屏蔽网址链接专项整治行动 做出了回应 从17号当天开始 用户在最新版本的微信私聊窗口当中 就可以访问外部链接 寻聊当中呢依然是不能访问外部链接的 但是腾讯说 这是因为这项功能还没有开发 同时为了保证用户的体验和安全 腾讯也设置了外链投诉入口 允许用户对违法违规的外部链接进行举报 腾讯说将会按照相应的规则 对被举报的链接来进行处理 并且会对链接相应平台设立信用分级 看到这条消息之后 我们找咖啡的小伙伴也去体验了一下 以淘宝为例 用户呢是能够直接在微信的一对一聊天界面 打开淘宝链接的 只是微信呢还会发出一个提示文字 上面会显示 该网页不是微信提供 无法确保内容的安全性 之后呢 点击继续访问 就可以打开淘宝触屏板 但是呢 在苹果的iOS系统当中 还没有办法实现直接跳转到淘宝APP 还记得前段时间 各大游戏厂商为了响应国家监管 而限制了青少年使用游戏的时间吗 现在青少年看视频也要被限制时间了 9月18号 抖音在他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说 为了进一步的加大青少年保护力度 进入青少年模式的用户 每天只能使用40分钟 而且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6点 也没有办法使用 青少年模式呢 是抖音之前推出的一项青少年保护措施 14岁以下 实密认证的用户进入这种模式之后 无法观看直播 也不能充值打赏 甚至是无法自行退出 那么对于14到18岁实密认证的用户 抖音在内容推荐 社交等方面也提供一定的保护 比如说不对陌生人显示 除了昵称和头像之外的 个人公开信息等等 但是字节旗下的产品 显然没有放弃对青少年用户的影响 抖音在青少年模式当中 相应的推出了一些新的内容 包含科普实验 博物馆 美术馆的展览 历史知识讲解等等 除此之外呢 根据Tag星球的消息 字节跳动在最近也上线了一款 名字叫小去星的APP 这款产品呢 就是专门为儿童打造的 兴趣短视频应用 说到这儿也忍不住想问一下大家 你觉得抖音的这些措施 真的能够保护到青少年吗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 我们上周提到的SpaceX 他们的首个全平民机组 顺利返回地球了 美东时间9月18号 SpaceX具有历史意义的 Inspiration4任务机组人员 在经过三天的太空旅行之后 成功地降落在美国弗洛里达海岸 除了欣赏太空景观和完成医学实验 这些乘客呢 在太空还做了许多有趣的事 在上周五公开的直播当中 地球科学家普罗克特展示了 他在太空完成的一幅画 乘客森布罗斯基用优克里里弹奏了乐曲 而且呢 他用的这一把优克里里 还将会作为募捐的一部分被拍卖 Inspiration4的推特账号呢 还分享了乘客们 与圣游大儿童医院的患者视频聊天的片段 而且乘客艾萨克曼还在周五的中午 远程为纽约证券交易所敲了钟 另外这个任务呢 还创造了几项记录 包括迄今为止 最年轻的美国宇航员 以及第一次有人带着甲只在太空飞行 SpaceX的高级总监李德 在太空舱返回之后说 越来越多的人对私人太空飞行感兴趣 SpaceX未来每年将会执行 五到六次的私人飞行任务 下面再来看看劳斯莱斯 9月15号 劳斯莱斯首款纯电能飞机 Spirit of Innovation创新精神 在英国成功完成了15分钟的试飞航程 虽然这款单螺旋桨飞机具有相对传统的外观 但是它的动力系统却是完全现代的 在满电的情况下 电池可以供飞机行驶200英里 差不多是300多公里的距离 最高时速呢 也可以达到每小时480公里 劳斯莱斯表示 这一次试飞也标志着飞行测试阶段的开始 为研发团队进一步地收集了电能 以及推进系统方面的性能数据 这架电动飞机呢 是名为Excel加速飞行电气化计划的成果 除了劳斯莱斯以外 这个计划的参与者呢 还有电机和控制器公司YASA 和初创企业ElectroFlight 而这个项目的一半资金呢 是由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和英国政府资助 目的是为了制造全电动客机 劳斯莱斯首席执行官ElectroFlight表示说 项目所开发的技术 在未来的城市空中交通 可以帮助实现零碳排放 那么在未来呢 劳斯莱斯还将会和制造商Tecnam 合作开发空中出租车 空中出租车能够完成短距离飞行 并且实现快速充电 不过就算一切进展顺利 并且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 飞机的交付 预计最早也要到2024年才能开始 下面的时间要和你来关注一下元气森林 这家打开了灵塘气泡水的风口 创立不到五年 就估值140亿元的新消费独角兽 显然已经不甘心只做饮料了 现在肉制品 青石 拉面 咖啡 酒水 甚至是辣条 都能够见到元气森林的身影 他们到底想要做成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他们能打造出下一个爆款产品吗 我们马上和你来关注 最近元气森林对外表示 他们和火腿厂老字号品牌 春都达成了战略合作 除了资金 双方还会在品牌 市场数据 产品研发等层面展开合作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元气森林和春都的合资公司呢 已经在八月底低调成立了 元气森林的持股比例占有七成 而春都这家企业呢 是一家被形容为 三十年前缔造了 中国第一只火腿厂的知名老品牌 它的前身呢 是洛阳肉联厂 拥有春都 王中王 金派等三十个类别 一百多项的注册商标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春都火腿厂一度占据全国 百分之七十的市场份额 但后来呢 又被双汇超越了 虽然元气森林和春都 这两家企业的CP感 好像不是那么强 但是随着这一次合作的完成 元气森林系的矩阵雏形 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那我们也来看看 现在属于元气森林系的成员 都有哪些 除了春都之外 元气森林透露的另一个成员 是上海利波啤酒 这也是一家成立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字号品牌 除此之外呢 在今年的六月 元气森林线商店 开始销售他们内部孵化的 一个子品牌 叫做王辣辣 主打毛玉磨堵 那在主食方面呢 元气森林年初 投资了一家山鬼拉面 主打日式拉面 鸡汤等等产品 在青石赛道里 他们也参投了一家 名字叫做田园主义的 减餐品牌 产品主要是包括 鸡胸肉等等一些 常规的减肥食品和代餐 甚至还包括 低卡低糖的调味料 另外根据36克的报道 一家有元气森林 投资背景的公司 正在着手研制 并且销售螺丝粉和酸辣粉 显然元气森林的野心 已经不止于做一家 饮料公司而已了 在2020年的经销商大会上 元气森林的创始人 唐宾森说 元气森林还有95%的产品 没有推出 2021年将会是 元气森林的产品大年 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 都将会是去年的三倍 那么以气泡水起家的 元气森林 为什么想要不断扩大 他们的吃喝版图呢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6年 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 他们凭借着 无糖气泡水 这一爆款产品 在饮料市场的红海当中 突出成为 一跃成为了估值 140亿人民币的企业 在无糖气泡水 被成功的验证之后 他们又相继地推出了 元气森林乳茶 燃茶 外星人能量饮料 等等多个系列的产品 但是呢 从电商数据里 可以明显看出到目前为止 元气森林的新饮品当中 没有一个能够超越气泡水的 在去年的销售额里 他们的气泡水系列产品 贡献占比 大约是70% 而且在这其中 占大头的 也只是白桃味 等几个少数的品类 来自雪球的分析文章显示 元气森林过度依赖 爆款单品的弊端 已经显现 再加上众多竞争对手的围堵 元气森林想要在上市之前 保持连续高速成长 持续融资 维持商业模式 就必须在无糖饮料之外 开发更多新的爆品 根据公开资料的 不完全统计 唐宾森七年以来 通过元气森林 和挑战者资本 在新消费领域 已经进行了137笔投资 主要涉及食品饮料赛道 而被投企业产品的 关键词也大多都是 健康 低值 他们希望在每一个 细分品类上 批量生产下一个元气森林 牢牢吸引住 像我们这样 总想着吃吃喝喝 但又不想变胖的消费者 那么元气森林打造爆款 会有哪些优势呢 优势一 快速研发新品的能力 市场的风向 和消费者的喜好 是很难感知的 那么对于这一点 元气森林的做法是 小步快跑 不断迭代 不同于传统饮料的 自上而下 元气森林会 先做demo测试版 根据消费者的反馈 来决定是否推向市场 比如说以口味为例 他们内部平均一两天 就会做一次银瓶口味的测试 然后快速地调整 整个研发周期呢 控制在三到六个月 快的时候 三个月就出产品了 根据业内人士的透露 元气森林早年测试了 几十种的创意 最后才确定了燃茶这个产品 而气泡水呢 更是测试了一百多种 但总共才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优势之二 直达消费者的渠道 和传统的银瓶走的路数不同 元气森林并没有选择大型商超 作为他们线下主要渠道 了便利店加线上的模式 由于便利店几乎集中了 中国主要的年轻群体 所以主打便利店的元气森林 一经面试 就直接到达了 他们目标消费者的面前 那在线上呢 元气森林选择进入天猫京东 等等核心的电商平台 并且通过他们线上的运营能力 获得了大规模的销量 而他们线上销售的比重 也是远远高于传统公司的 比如农夫山泉的电商销售 只占他们总营收的5% 在2018年 元气森林的线上销售占比 就一度高达30%以上 所以在渠道方面 元气森林也是通过 互联网的精准货客思维 对传统饮料巨头展开了逆袭 优势之三 攻占消费者心智的营销能力 根据澎湃的文章分析 在去年全年 元气森林在线上 加线下的营销费用 大约超过了5亿元 包括重金邀请 当红一线明星代言站台 强势赞助多个热播综艺和B站纪录片 以及超过2万家的小红书笔记 和各大互联网平台KOL之间 并读式的传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去年底 元气森林花了1.5亿 拿下了2021年 B站春晚的赞助权 而他们B站的粉丝呢 也直接从零涨到了150万 有业内人士分析说 营销可能不是元气森林的全部 但不可否认的是 紧紧围绕Z世代消费者的 全渠道营销能力 的确是元气森林成功的必要条件 那具有互联网基因的元气森林 通过用户思维以及流量思维 精准迎合了年轻人希望饮料 好喝家健康的消费升级趋势 然而想要依靠元气效应 打造出下一个爆款 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 时机很难裁准 根据36克的文章分析 元气森林爆红背后 是有正确的时间背景的 早在气泡水出来之前 市场上就已经有 无糖类的一些饮料了 比如说无糖可乐 无糖雪碧 还有东方树叶等等 但似乎一直不被消费者接受 但正是这些产品 对消费者进行了一个 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市场被培养到了 一定程度的情况下 元气森林做出了口感比较好 而且无糖的气泡水 就一下子成为了爆款 但是这样的时间点和节奏 却是很难把握住的 其次 元气森林在下沉市场 没有优势 自面世以来 元气森林的目标消费群体 就是一二线城市的 年轻消费者 这个群体呢 关注健康 也愿意为自己的喜好 付更高的价格 但是要把公司规模扩大 仅仅靠一二线城市的铺设 是远远不够的 根据前瞻研究院的文章分析 在规模庞大的下沉市场 传统零售商都有着 难以被撼动的优势 而元气森林无论是从品牌调性 到价格定位 再到他们的货客渠道 都很难成为小镇青年的心头所好 最后 产品的丰富度 对运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跟上产品迭代的步伐 元气森林放弃了原有的代工模式 开始自建工厂 正在注重传统线下的元气森林 所面对的竞争者 都是体系非常成熟的巨头前辈们 一旦现有模式出现了运转不畅 工厂反而会成为元气森林的负担 所以随着元气森林系的产品 越来越丰富 他们在运营方面的挑战 也会越来越大 那聊到这儿也想问问你 你会看好元气森林的各类食品吗 他们打造的火腿肠或者是辣条 你会想要尝试一下吗 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另外还想要提醒一下你 我们生动活泼近期推出的新节目 商业外降 在不久之前也推出了一期 关于元气森林主题的节目 在这期节目当中 两位资深的商业记者杨轩和汪若翰 一起深入地分析了元气森林 发展背后的故事 同时也对比了快销行业巨头 和创业公司之间 他们不同的市场战略 如果说你对这期节目的内容 感兴趣的话 可千万别忘记了 在各大平台搜索订阅 商业外降 Y是WHY的Y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生动早咖啡了 那我们周五早上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在各大平台 给我们五星或者是好评 也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和微博 搜索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啦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